这下面呢有很多的说法 对吧 然后来看一看就是这个说法哪些是对的 那么简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基本的概念是否足够的信息 来第一个 零向量没有方向 对不对啊 就我们刚才就提到过 对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错的 就是零向量的方向是任意的 但是并不说它没有方向 对吧 第二个 就是如果A向量模仿等于B向量模仿 则A向量和B向量会相等 对不对呢 对不对啊 这方应该也是错的 对吧 就是你长度相等只是一个维度 你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方向相同才会得到说这两个向量是相等的 对吧 好第三个 单位向量都相等 对不对呢 对不对 应该是错的吧 单位向量它仅仅是限定了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模仿是等于1 它并没有说我们这个方向是怎样的 对吧 所以就是我们单位向量的模仿都相等 但是如果你想说这个单位向量都相等的话 就是要求什么 模仿相同 然后呢 方向也要相同 对吧 来 第四个 向量就是有向线段 对不对 这是不对的 就是我们在最开始给大家讲过就是我们向量呢 是什么 是自由向量 对吧 有向线段很多时候我们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例 那么是这样一个例的话 例很多时候会有这样一个作用点的要求 它就会被这个作用点呢给限制在那 对吧 就不是一个自由可以去平衡的向量 OK 好 我们来看这个 来 第五个 两个相等向量如果共起点那么终点也相同 对不对呢 你们觉得对不对 两个相等向量的话意味着方向相同 然后呢 长度也一样 对吧 如果共起点的话那么终点是否是一样的呢 也就是说 AB向量 等于AC向量 对吧 它们的起点呢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终点B和C是否会同合 所以啊 终点B和C是否会同合 嗯 所以说我们先画一个AB向量 对吧 是在这 A是B OK 那么AC向量呢 这个地方起点也是A 对吧 然后模长是一样的 方向又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会发现C呢 肯定是和B同合 大概就是说 我们起点是相同的话 那么终点呢 也肯定是会同合的 对不对 OK 好 第六个 如果A相等于B相等 然后B相等于C相等 则A相等于C相等 对不对呢 嗯 对不对 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递性 对吧 就是A和B它的模长方向一样 B和C它的模长方向是一样的 那么意味着A和C呢 它的模长方向也是完全相同 对吧 来往下啊 这个第七个呢 就你们可以来好好的想想啊 第七个呢 我觉得第一次做的话 要做对还是很不容易的 做错呢 还是可以原谅的啊 第七个对还是错 A相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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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和C平行 但是现在考虑向量的话 你们觉得这个对吗 直观的感受呢 好像感觉也是对的 对吧 你想A在这 然后B在这 然后C在这 就是怎么看怎么觉得 A和B平行 对吧 B和C平行 那么A和C呢 也一定是会平行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 这个是错的 你们觉得出在哪个地方 如果我跟你说这是错的 你们觉得会出在哪个地方 问题 这个呢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这属于比较坑的地方 真的是有点坑 就是如果B向量是一个零向量 对呀 如果B向量是一个零向量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会出问题来 就是A向量在这 对吧 然后B向量呢 是这个零向量 然后C向量呢 是这个向量 对吧 那么来我们想一想 就是 零向量的方向是任意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怎么 可以自动的任意的调节 自己的方向 对吧 所以A向量和B向量平行 是肯定可以的 想想 由于零向量 零向量的方向是任意的话 那么所以A向量和B向量平行 是肯定OK的 有没有问题 没有吧 就相当于说 这个B向量呢 它觉得A向量的方向挺好 我挺喜欢 然后呢 就怎么 就和A向量保持一样的方向 然后这个时候呢 C向量跑过来了 然后B向量一看 A C向量的方向不错 我要和C向量的方向保持一致 所以会造成我们这个B向量和C向量呢 也是平行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满足A和B平行 B和C平行 但是A和C会平行吗 A和B平行 B和C平行 然后这个A和C会平行吗 你会发现A和C呢 它就怎么 它就不会平行 对吧 A和C呢 它就不会平行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七个就是不对的 OK嘛 所以这个呢 会有一点点 就让大家觉得很不爽 但是呢 体验一下 就是这种概念体验 有的时候呢 要多加去体验 来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 当A向量模长等于B向量模长 而且A向量和B向量平行的时候 则A向量和B向量相等 对不对呢 嗯 对不对 就是还是考试向量相等 对吧 向量相等呢 有两个维度 就是长度一样 然后呢 方向相同 现在呢 给你的条件说长度是一样的 那又给你的条件呢 说A向量和B向量是平行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就是 如果两个向量平行 是否意味着一定同向呢 嗯 如果两个向量是平行的 是否意味着一定是同向的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 比如说 大家可能想的呢 都是这种情况 对吧 A B 就你们想的呢 都是这种情况 对吧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确实A和B会相等 模长是一样 然后方向又相同 对不对 但是 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诶 诶 想听说啊 如果是这种情况 首先模长是相等 对吧 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 它们方向相同吗 你会发现方向不同 那么它们是平行的吗 你会发现它们确实是什么 确实是平行的 对啊 A向量和B向量在这一块呢 确实是平行 对吧 你无论是从它们的基线考虑 就是 A 基线在这 然后基线在这 对吧 两条基线 两条基线平行的话 那么A向量和B向量呢 确实是平行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在这一块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方向是不同 所以呢 这两个向量不可能相等 对吧 平行的话 并不代表说一定是方向相同 还有可能是方向 相反 OK 好 来 去往后面看 这 如果四边形ABCD是平行四边形 则AB向量等于CD向量 然后BC向量等于DA向量 那么这个地方对不对呢 那么这方面首先注意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高中阶段呢 它说是个平行四边形的话 那么这个字母一般的嘛 就是你按照某个顺序去标一下 就可以了 就是比如说你A为起点 对吧 你可以是这样的一个钻 也可以是这样一个钻 都可以 就是都OK 就你千万不要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就是ABCD 这样就不对了 它要么是顺时针去标 要么是逆时针去标 都完全OK 就是对于最后的结果呢 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就你千万不要去中间什么 插空 对吧 然后什么ABCD 这样标就不太好了 OK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看AB向量和CD向量相等 然后呢 BC向量和DA向量相等 你们觉得对不对呢 嗯 AB和CD相等 然后呢 DC和DA相等 对不对 很明显是错的 对吧 这两组向量呢 它的磨长是一样 对吧 AB和CD的磨长一样 然后BC和AD的磨长是一样的 磨长一样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方向呢 是不同的 对吧 AB是这样的 然后CD是这样的 如果你想把它改正一下 注意啊 如果你想把它改正一下 那么应该改正什么 AB向量是这样的 然后呢 它会和什么 它会和DC相等相等 注意啊 AB向量和DC相等 那么我们这个BC向量和谁相等 BC向量和AD向量相等 注意啊 AB和DC相等 然后BC和AD相等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就是 向量相等的话 一定是磨长一样 然后呢 方向又相同 OK 来 第十个 如果A向量和B向量是共线的 B向量和C向量是共线的 则A向量和C向量是共线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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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向量和B向量是共线的 然后B向量和C向量是共线的 那么A向量和C向量一定也会共线吗 这个对不对 这个其实和我们前面的一道题目是犯的同样的错误 就是来 和这小题 第七个 我们强调过就是 对于向量来说 平行和共线是同一个概念 注意啊 对于向量来说 平行和共线是同一个概念 那么既然平行和共线是同一个概念的话 那么在这块 你描述它们共线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说它们怎么 它们平行 对吧 这是A向量和B向量是平行的 然后B向量和C向量是平行的 那么意味着A向量和C向量也是平行的 对吧 这是第十个 所以呢 这个地方怎么 也是错的 因为如果这个B向量是零向量 对吧 如果B向量是零向量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 就不对 对吧 第十一个 如果向量A和向量B方向相同 则A向量和B向量平行 对不对呢 对不对 方向相同 可以推出平行吗 这个肯定是OK的 对吧 如果两个向量方向相同的话 确实可以得到什么 它们是平行的 但是我们根据前面讲过 反过来的话就不对了 对吧 你如果两个向量平行的话 它们有可能是方向相同 也有可能是方向相反 对不对 OK 来 我们去往下 第十二个 如果A向量和B向量平行 则A向量方向相同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我们刚才说了 这十二呢 不对 这十一呢 是对的 来往下面看这个 如果A向 AB向量和C向量是平行的 则ABCD四点工线 对不对呢 对不对 然后它和十二个 和十四呢 刚好是反过来 对吧 十四是说 如果ABCD四点工线 则ABC向量和CD向量是平行的 对不对呢 就是两个是都是对的呢 还是两个都是错 还是说一对一错 哪个对哪个错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怎么办 嗯 来我们来想想就是 如果ABC向量和CD向量平行 那么这两个向量平行的话 它的存在状态呢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样的 对吧 还有可能呢 是这样的 有可能是这样的 有可能是这样的 还有可能是这样的 是吧 那么这是我们两个向量平行 它可能存在的状态 那么你会发现 它有可能是四点工线 是吧 也有可能怎么样呢 是一个这样的什么 这样的一个T形 是吧 ABC向量和CD向量平行的话 你把这四点连在一起呢 它有可能会组成一个T形 也有可能会是四点工线 对吧 所以我们这地方 第十三个 就是不对的 那么第十四个呢 如果ABCD四点工线 则AB向量和CD向量平行 对不对 ABCD四点工线的话 那么这个AB向量和这个CD向量呢 就是什么 就是共线 共线的话 它也是平行 对吧 所以这个第十四个就对了 来第十五个 如果AB向量和CD向量 是平行的 那么AB向量和CD向量 所在的基线是平行的 对不对呢 AB向量和CD向量平行的话 它的存在状态呢 是这两种 如果是这种的话 那么两条基线呢 是平行 没有问题 对吧 如果是这种呢 你会发现 它两条基线 会是个重合的状态 注意啊 两条基线是一个重合的状态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不对的 对吧 有可能是平行 有可能是重合 OK 来 向量 AB向量和BA向量 是两个平行向量 对不对 嗯 AB向量是以A为起点 B为终点 然后BA向量呢 是以B为起点 A为终点 那么这两个向量 是什么关系呢 嗯 什么关系 这两个向量的话 它的长度是一样的 主要 磨长是一样的 然后方向是相反的 你想A到B B到A 方向呢 是完全相反 但它的磨长呢 是完全一样 对吧 所以就这两个向量呢 它肯定什么 是平行向量 OK 好 来 这是我们一些概念的判断题 不知道各位同学的这个 对了多少个 如果你全都对了呢 那么说明就对我们这些概念 都已经非常的了如指掌 OK 非常非常好 但如果有些题目啊 错了也没有关系 对吧 比如说 这个题 哎 第七个 第七个呢 错了真没什么关系 就是 没有大家很难想到那一点 对吧 不过呢 接触过一次以后 了解了就完全 完全OK了 好的 那我们看这个 就是 在正六边形ABCDEF当中 这个O是正六边形的中心 从OABCDEF中 任意挑选两个点组成向量 与向量OA相等的有几个 与向量OA共性的有几个 来 我们看一下 这点O 就从这七个点当中 注意啊 从这七个点当中 任意挑选什么 任意挑选我们两个 然后只剩一个向量对吧 和这个向量相等的有多少个呢 和它相等的话 意味着一定是我们的方向相等 并且什么 并且长度是一样的 由于这是个正六边形 所以呢 六条边会是相等 然后它这个对角线 注意啊 这个对角线AB 我们的EB 我们的FC呢 对角线的长度呢 会是这个边长的两倍 对啊 对角线长度会是边长的两倍 那么对角线长度是边长两倍的话 那么像这个OA这个长度呢 就肯定和边长是相等的 对吧 所以就是和OA相等的 相等的相量有几个 有哪些 能不能从图上看出来 有哪些 CB是一个吧 然后呢 EF是一个吧 还有吗 BO也是一个吧 对吧 就是EFBO 然后CB呢 它肯定是和OA是相等 因为方向首先相同 其次呢 长度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三个 对吧 好 与项链OA贡献的有多少个呢 贡献有多少个 那么贡献的除了这三 相等的三个以外 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EF和它贡献 对吧 平行 那么FE是会和它贡献吗 也会 对吧 FE是不是会和它贡献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OD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对吧 然后这个BC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所以就是在相等 这三个基础上呢 再加三个 对吧 就反向的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 这是和OA贡献的话 AO可不可以 AO肯定可以对吧 因为AO的话 和它就在同一条纸线上 所以是OK的 那么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呢 还有没有 AD DA可不可以 对吧 AD也好 DA也好 都和这个OA在同一条基线上 所以它肯定也是贡献的状态 对吧 所以还有什么 还有再加三个 就是我们九个 对吧 所以就是我们贡献的话 应该说是要比这个相等呢 它的条件会更弱一点 就是 我不要求说方向相同 我也不要求说这个长度一样 我只要求说 它们的基线是平行的 对吧 或者说是基线是一样的 对不对 OK 来看这个 来 说次边形ABC是一个矩形 然后对角形AC和BD相较于点O 然后求G和T等于什么 PQ相当于PQ属于M 且P和不同合的元素的个数 来我们看一下 OK 也就是说ABCD然后O 这个地方呢 总共是五个点 对吧 五个点的话 要从里面挑出两个点呢 你想你要看清楚 是集合的描述啊 就是M集合呢 是个点集 然后NT这个集合呢 首先是一个向量集合 就里面的元素呢 是一个向量 那么这个向量是怎么来的呢 向量的话是从这个M当中 挑出两个点 那么挑出两个点以后呢 会组成这个向量的起点和终点 对吧 就是PQ呢 是从这个ABCDO当中去选 比如说P如果选O Q如果选A 那么就是我们的OA相较 对吧 如果P选A 然后Q选C呢 就是我们的AC相较 OK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你们觉得 这个集合里面有多少个元素啊 有多少个元素 有同学可能学过什么 有同学可能去了解过 一些简单的排列组合 那么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就说 老师 PQ呢 都从这个ABCDO里面选 对吧 那我们站在P的角度考虑呢 它有五种选择 就是五个点随便选 所以P有五种选择 然后Q呢 Q因为不能和这个P选一样的 所以呢 Q会面对剩下的四个点 有四种选择 对吧 然后他用一个简单的说什么 成分法则就是五乘四 就是二十种情况 也就是说会形成二十个向量 这个对不对呢 首先这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如果你去单纯的G里面的个数呢 是没有问题的吧 就是五乘四总共是二十个 但是我们这边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最后呢 要去把这些所有的情况 都放到一个集合当中去 注意啊 我们需要把所有情况 我们需要把所有情况呢 都放到一个集合当中去 那么你要把所有情况 都放到一个集合当中去的话 你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集合有一个叫做 元素的 怎么样 互移性 那么元素的互移性的话 意味着我们如果是两个相等的相量 你就不能放到一起 对吧 这个相量相等并不是说 你要用相同的字母 就是相同的起点和终点 那么在相量这块大家都知道 相等的话 如果什么 如果它的模长一样 方向相同的话 这两个就是一个相量 对吧 比如说 你选AD相量和BC相量 这两个相量呢 它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你就不能把AD和BC呢 都放到一起去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在刚才数的那20个里面呢 有非常非常多重复的 对呀 有非常非常多重复的 那么就意味着你肯定要去把那重复的给剃除掉 对呀 要把重复给剃除掉 所以最后会剩下多少个 你们觉得会有多少个 那么这一块呢 就是 你稍微的想象一段 比如说AD和BC是一样的 然后DA和CB呢 也会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AB和DC呢 会一样 然后BA和CD呢 也会一样 然后AC 会能和它一样吗 好像没有 对吧 然后BD呢 好像也没有和它一样 对吧 DB呢 好像也没有和它一样 所以就是在这一块呢 注意啊 就当这个数目比较小的时候 交加一个方法 就是 当数目比较小的时候呢 我们不妨去用列举法 注意啊 我们不妨去用列举法 因为想 总共就20个 那么在这20个里面呢 我们会有大量的重复 对吧 就是你会去剃除重复的 那么肯定剃除完以后呢 就没有多少个了 所以在这一块呢 你不妨呢 就是去列举 对吧 比如说 AD向量 和BC向量是一样 对吧 所以你写了AD就不用写BC了 那么DA向量 它和CB是一样的 所以 你写的DA就不用写CB了 那么再往后面写的话 AB向量 注意啊 AB向量和DC向量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你写了AB以后 就不用写DC了 那么再往后面呢 就是BA向量 BA向量和CD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你写了BA以后 就不用写CD了 好的 我们四条边长呢 都已经写完了 对吧 原来可能感觉是有八个 但是呢 都会砍掉一半 就会只剩下四个 好 那么这个对角 现在上有多少个呢 来 现在看长的 长的话 AC向量 有能和它一样吗 嗯 有能和它一样吗 好像没有 对吧 那么C向量呢 显然也没有能和它一样 对不对 那么BB向量呢 也没有 对吧 然后BB呢 也没有 那么所以现在已经写出了八个 那么还有没有呢 还有没有啊 就是我们现在考虑的是这个长最小线 对吧 还有可能是短的最小线 那么短的最小线的话 这个数量可就多了啊 这个AO啊 这个OA啊 这个OD啊 这个DO啊 这个OB啊 这个BO啊 这个OC啊 这个CO啊 对吧 那么最后会剩下多少个呢 会剩下多少个 比如说 你来考虑一下 考虑OA 考虑OA的话 有没有能和它重合呢 或者有没有和它是一样的呢 你会发现 对于OA来说 CO和它是一样的 CO和它相等 对不对 那么对于AO来说呢 OC和它相等 所以就是我们再添加两个是 OA相等 和AO相等 对吧 就你写完这个OA和AO以后呢 这个OC和CO就不用考虑了 那么OB和OD呢 怎么样 OB和OD这两个程度上 你只需要怎么考虑一个就可以了 对吧 比如说你写了OB 你写了OB的话 那么这个DO就不用考虑了 对吧 然后你写了这个BO 那么OD呢 也就不用考虑了 所以最后呢 是多少个 3乘以4就是12个 那么这一方需要稍微的再讲一个事 就是有通常可能会这个比较的五段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能用原案的方法 虽然有20个 那么虽然有20个以后呢 他觉得 老师 你想 这个边长呢 就是AC和C AC和 这个边长呢 是AD和BC是一样的 然后DA和CB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什么 就砍一半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有通常可能会说 老师我这方能不能就是20除以2呢 就10个呢 质疑 有些是会有重合的 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都有重合 对吧 比如说 AC向量 CA向量 BB向量 BB向量 谁和他重合 没有人和他重合 对吧 所以在这一块呢 还是老老实实去列举 千万不要说直接什么 20除以2 然后结果算的是10个 但其实答案呢 是12个 OK 好 我们来看这个 以至向量A和B呢 是不攻陷 然后时数XY满足 向量短视 问XY等于多少 那么这套题目呢 并不难 但是这套题目呢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就是 如果两个向量相等 那么这个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我们可能现在 我们虽然说没有讲 后面的加减法 还有没有讲我们这方竖程 但你看看这样来讲 就是 AB向量呢 是什么 是不攻陷的 AB向量是不攻陷 就意味着AB向量不平行 AB向量如果不平行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AB当中没有零向量 能不能想起来这个问题 就是 AB向量如果是不平行的话 那么AB向量当中就没有零向量 因为 一旦AB当中有一个是零向量 那么肯定平行 注意啊 一旦AB当中有一个零向量 那么一定会平行 那么现在既然我们是两个不平行的话 那么怎么样 那么就肯定没有零向量 对吧 那么没有零向量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就是把右边移到左边 把右边移到左边的话 A和A匹配 对吧 B和B匹配 那么会变什么 会变成3X-4Y 然后再减4 然后乘以A向量 然后加上10-Y-2X乘以B向量 对吧 然后等于零 OK嘛 好 你来讲就是 A和B呢 都不是零向量 对吧 这双是零向量 A和B如果都不是零向量的话 那么相应的 他们要相加最后等于零向量的话 那么是要求什么 那么只能是要求说这个等于零 然后呢 这个也要等于零 对吧 就是3X-4Y-4等于零 然后10-Y-2X等于零 能不能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 他们只有相加等于零向量 然后A和B呢 又都不是零向量 那么只能是前面系数等于零 究竟只能是前面系数等于零呢 才会把两个都变成零向量 对吧 那么两个系数等于零的话 就会得到这两个方程 那么就是3X-4Y等于4 2X加Y 等于10 对吧 解个方程就会非常简单了 这个下面可以乘个4 8X加上4Y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44 对吧 两个一加 这个Y就没有了 这边呢是11X 这边呢是44 所以呢X等于4 X等于4 往上面带呢 会得到Y怎么 Y等于2 对吧 所以最后你会得到X等于4 然后Y呢 等于2 那么这个就利用什么 我们这个向量 相等 那么好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就是你想 左右两个向量相等 那么如果左右两个向量相等的话 那么一定是说这个A前面的系数 和A前面系数相等 对吧 B前面系数和B前面系数相等 注意啊 就是如果两边两个向量相等的话 那么一定是A向量前面的系数 和A向量前面系数相等 对吧 B向量前面系数和B向量前面系数相等 那么最后呢 才会说什么 两个向量左右怎么 左右相等 那么是不是 解方程就可以了 对吧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些我们简单的 基本的向量的概念 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下节课再见